老刘 我说你下了包你就这么忙着走 你有什么事 办点事 回家忙一下 你有什么急事 你家里又没有爱人 你家 我不是吃饭去吗 看你吃饭忙什么的 食堂这才刚买饭 不 我上外边饭馆 你怎么上饭馆 对了 我是光棍一个人 我吃饱了一家子都不饿 我不上饭馆吃 我哪吃去 那就上饭馆吃去 多贵 还贵什么呀 九足饭饱 才快来钱 那也不便宜 咱们食堂不是挺好的吗 你怎么不去 食堂吃饭它不方便 怎么呢 你头一样说吧 在食堂里吃饭 没饭票不成 多稀稀呢 饭馆就用不着了 不但用不着啊 你在那吃长漏 有钱没钱 吃完就走啊 我就为上那奢账你 干嘛就为设账呢 在食堂吃饭吧 买饭的时候还得挨个排队 又得自个端 你想这饭馆多好 往哪一坐 查来张手 饭来张口 想吃什么就要什么 那多美呀 那没什么呀 还是食堂 还是食堂又省钱又便宜 不然 还是饭馆好 那饭馆还有什么好处 你甭管有什么好处了 他总而言之 在食堂吃饭 吃不舒服 好几百只眼睛老盯着你 那玩意儿他多不自由啊 你要再放我吃饭就没人瞧了 瞧我当然是不怕他们瞧啊 就是他们这说话 就是他讨厌的 说话妨害你吃饭 说别人当然我是不管了 他无事生非找我的茬 冲我甩闲话 说什么闲话来着 就那天吃啥碗馅饭 我进食堂呢 我就买了仨花卷 一个馒头 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我坐那儿就吃 你想这花卷 又是油又是盐 蛮好吃的 可就是这馒头 我咬了两口 才不自立 我哥那儿我就走了 那可不对 刚走到食堂门口 就听后头有人喊 哎老刘馒头馒头 我回头这么一瞧 工会的小王 我就问他了 什么事啊 还装啥呢 喝 小王这份严肃劲的 等着个脸 哎 吃剩下馒头 别乱扔啊 你瞧 我瞧什么 小王说的对 为了节约粮食 他有责任向你提意见 他有什么责任呢 这个节约粮食呢 是伙食管理员的责任呢 啊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那他也没责任 你也不是我们小组长 你这不多管闲事吗 这叫什么话呀 什么什么话呀 他你想这个 人呐 吃烧饼 没有不掉芝麻的 吃饭 没有不掉饭味粒的 吃馒头 没有不掉馒头的 啊 这像无话吗 没有不掉馒头汁的 啊 是啊 他这馒头汁大点 就是馒头啊 没什么 什么东西也不应该糟蹭呢 这么大一块馒头 剩下就不要了 那对吗 妈妈 不就是一块馒头吗 馒头也不过是拳头大 就算扔它一个算什么呀 你都会找折 我瞧着小王一眼 嗯 我说 馒头啊 我倒 不要了 你不要也不能乱扔 啊 那 那么吃饭谁花钱呢 你花钱呢 还是这话呀 他既然吃饭我掏钱 我想怎么治怎么治 别人呢 没有干涉的必要 好吗 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我没请他给我提意见 这就什么事 那么结果怎么样了呢 结果小王到乐了 哈哈 这问题咱们不谈了 有时间咱们好好的再谈谈吧 嘿 拿起馒头他给吃了 你说这不是成心找便宜吗 这不是 这叫找便宜啊 小王同志觉悟比你够 没有工夫给你嚼嘴 赶到吃晚饭的时候 嗯 我进了食堂 我就买了色馒头 一碗炖肉粉条 还真能吃 坐那儿就吃 嗯 刚吃完 嘿 这意见又来了 哦 你又剩些馒头了 晚上吃饭没剩馒头 剩菜了 也没有 为什么提意见呢 瞎挑眼呗 怎么呢 他问我那桌子上馒头皮是怎么回事情 吃馒头包皮了 啊 是得问你 哎 我这是注意外生啊 啊 这个吃馒头 没有不包皮的 谁说的 干嘛 谁说的呀 你吃橘子包皮不包皮 这个吃馒头爱着吃橘子什么事 别胡掺我 怎么会胡掺和呢 他这古语说的好啊 是 包皮吃馒头 材质熟不熟啊 这句话你都忘了 哦 感觉有这么一句话 包皮吃馒头 材质 哪有这么句话 你瞧瞧 食堂吃顿饭 这得费多少句话 谁受得了 谁让你自己这么做的 转过天来我进食堂这么一瞧啊 哎 筋还不错 嗯 吃什么 包子 羊肉西湖 你是知道我最喜欢吃这带馅的东西 带馅的尤其像什么这个这个 鳒献ыми 鸭鸟 削鸡 鸡饼 哈 哎呀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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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我都爱吃嗯 维侨式鸭子 我赶紧的 交往头罗挤 搢到头了我就买了十个鸭子 正好 одного 最后 娱死了 你干嘛还找个玩儿似的 嗨 省头人家条件又弄一大堆意见 咱这就是惹不起躲得起 这个又有问题 我坐那刚吃着半截 这么功夫 崔氏员过来了 是他过来又碍着你什么了 找我个茬啊 找什么茬 往桌上一指 哎 同志 你这怎么回事下 你这吃饱子 你怎么广吃馅啊 广吃馅啊你 我怎么会广吃馅啊 十个包子 我都吃六我带皮的了 那次我叫广吃馅吗 你看看 躲得嘎吶都躲不过去 你说这不是欺人太善了吗 这不是 人家还欺负你呢 你吃馒头你包了皮 吃包子你广吃馅 你为什么广吃馅啊 哎 我这是 你这是什么呀 我 不宜卫生 当然不是卫生的问题了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这个这个 生活习惯嘛 啊 吃包子不吃皮 你广吃馅 这就叫生活习惯啊 哎 你甭管习惯不习惯了 我一看崔氏员 哎 我崔氏员同志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找你们呢 就是我想给你们提个意见 你们今儿这包子 蒸的这个质量可太坏了 包子嘛 薄皮大 馅儿才叫包子呀 你们这好 馅儿小皮厚 这 这广吃馅儿不能怨我吧 瞧这客观 吃人员一听这话 他笑了 冷笑那是 哦 同志 包子皮厚了 好 我们接受你的意见 以后我们改正 可是 最好今儿这包子皮 咱是别着急 哎 请你摆着吃了吧 哎 吃了吧 我一听当时我这个气 怎么你还要气呢 我说呢 那么 这不是 这不是既然你说的这儿吗 凑合着吃了吧 你把这拿着喂猪吧 啊 人吃的好粮食喂猪啊 听说员说是啊 呃 以前呢 我们剩菜剩饭是喂猪 可是现在呢 知道这个浪费粮食是错误的 那么就尽量的用这个干水跟酥子来喂猪了 这话是完全正确 我说那那那你们要这么要喂猪的话 我我对你们有意见 说你有什么意见呢 您想想 他猪吃肤子喝干水 他不上雕啊 这个包子皮都好啊 包子皮这里他有油水 对猪本身就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嗯 再说回来了 这个猪要是不吃包子皮 就不能长分的 嗯 一不长分灵嘛 就会影响到什么呀 你甭管什么了 你 还有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你想想 这个猪还是喝干水好啊 是吃包子皮好啊 谁问你这个呢 人家提示员说的正确 那个好粮食不能喂猪 你瞧瞧 他愣说不行 本来不行嘛 人吃的粮食能喂猪吗 好好好 你呀 我这人废话了 太废话 等了等了 我说行行行 我说我也没空跟你们废这话 其实啊 吃不吃这不是我的自由吗 怎么 总而言之一句话嘛 吃饭是我掏钱呢 你掏钱呢 你这句话不成为理由 怎么不成为理由啊 哦 我自个赚来的钱 我就不能享受享受了 这是我的劳动果实吗 没不让你想受 还是的 你说的对 劳动果实 我们是靠劳动生活 可是我们也得爱惜别人的劳动果实 是啊 我对别人的在工厂里别人生产情况 一向我是很关心的 可是你对农民弟兄就不够尊重 没有的话还要怎么尊重啊 哪次下乡我见了老头都是老大爷 见了老太太就是老大娘 老大爷老大娘那么叫 这还要多尊重他们呀 你那是表面上 你实际行动准是这样吗 就俩你吃饭说吧 随随便便糟进东西 哎 这就是不重视农民的劳动果实 其实上点馒头上点包子皮 这都是小问题 什么小问题 你看得太简单了 一厘米少不少 那就是农民的一滴血汗 甭说这么大一块馒头了 那一个馒头够多重啊 那 那也就四两呗 要是合麦子得合多少 那 那可不大清楚啊 我告诉你 嗯 得合一百多克麦素 五千多麦粒 要是从中到收啊 从中就得二百三十多天 你知道吗 那不大清楚 在这说了 人家农民呢 风里雨里日日夜夜 身高细构 防漏防漢 打得了粮食 容易吗 嗯 不大清楚 国家收购粮食以后 再经过调运 保管 加工 哎 你说这里边得有多少 劳动力 不大清楚 人家吹水元同志 洗澡摔碗 和面蒸馒头 把馒头给咱们做熟了 你不吃 随着面面就把它浪费了 做样做你对不对 不大清楚 你没得清楚了吗 还不清楚呢 告诉你吧 浪费食粮就会影响到工农团结 我说咱别乱扣帽子好不好 什么叫乱扣帽 啊 不就剩点包子皮 剩点馒头吗 这是一个个人生活小节 这也扯不到什么浪费上去去 再说一句话 花的是我自个儿的钱 是啊 花你自己钱 你毁坏 有用物资也不行 你这是破坏了公共的利益 这能算你个人生活小节吗 嗯 得得得得得 您说得对 说得对 说得对 哎呀 同时我得慢慢改吧 慢慢改不行 现在就得改 否则任何人都有权利干涉你 嗨 我真糊涂 我这不是花钱找别扭吗 为什么我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 让人家给我提意见呢 哎 您往后瞧吧 改了是对的 以后 我无论在饭馆 在食堂 剩下的馒头也好 包子皮也好 我都拿道纸 把它包在盐盐的 我把它拿回去 留着到了晚上 饿了再吃 咱们猪圈里头呢 还是会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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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